花蓮吉安南华甘城一带的芋头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130公顷 有齐来山脉纯净水源的灌溉以及初音山脚下 富含有机质和矿物质的土壤 栽种出来的芋头质地细致粉质高 口味相当的浓郁 在农粮署东区分署还有吉安商农会辅导之下 吉安芋头在全国的市场已经逐渐打出了知名度 想吃到最优质的芋头就在花蓮的吉安商 时序入秋正是花蓮吉安芋头采收期 经过9个月生长期的吉安芋头 蕴强了丰厚的淀粉质 内部还有紫色纹路 质地细致粉质高 香气浓郁 特有的Q棉口感更是一绝 这边基本上还是以水域为主 对那水域为主 因为我们的很多人都说 我们初音商的水质很好 那我这两年种了我觉得水质好在哪里 我觉得我们矿质多 我们的寒沙量也比外线是还要高 那芋头它生长环境 它的寒沙量要稍微多一点 它才有助于它的成长 它的土才不会这么紧实 对那水质的话 那矿物质的话 其实帮助我们水跟芋头的话 它帮助还蛮大的 农粮署东区分署表示 为了推广优质的吉安芋 除了福岛吉安香农会建制加工厂 延伸开发芋头加工产品 也不定期派员到田间办理农药残留抽检 检验合格才可以上市销售 消费者可以安心的选购 像芋头除了是可能可以摆回家料理以外 那也是餐厅或烘焙业者的一个最爱 那尤其上现在火锅季到啦 然后其实消费者就可以来买 采购我们的吉安芋回家 就检疫的做料理 就可以享受到很美味的一个芋头 那我们东区分署这边 也为了消费者的安全把关 那我们在产季的期间 都会到我们的集货厂还有田间 去做农药安全的一个检验 那目前抽检食物件都是百分之百合格 所以消费者可以很放心的 来买我们的芋头 然后也希望大家来花莲玩的时候 可以买我们其他很多的一些芋头的产品 像我们农会也有推芋头冰淇淋 还有像这个芋头沙奇马 然后像我们在地很有名的一个烘焙业者 提拉米苏 它的芋头卷也是我们吉安的在地芋头 所以这个我想都是消费者来选购时候 最好的一个伴手礼 吉安商农会近年来也积极研发芋头的相关加工品 包括了芋头冰淇淋 冰棒 芋头沙奇马 芋头酥甚至于是芋头香肠都是热销产品 为了方便消费者料理使用 也把鲜芋加工裁切成芋头块 冷冻真空包装后在农会超市来贩售 并供应花莲在地知名烘焙业者和餐厅来选用 现在正是芋头采修期 花莲乡亲一定要自己先来品尝 出自于花莲吉安的好吃芋头 记者会卷商报道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